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在不只是政治現今的這個申報不時風波 包含了先前在台北市長任內的三大案 北市柯還有金華城案陸續檢調都是在偵辦了 那在今天檢調更是直接以被告的身份 帶回了威京集團的主席還有議員映小威 現在都在進入了偵訊 那對於這樣子民眾黨面臨了創黨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今天是找到了 以前在黨內的重要幹部 包含了前秘書長信力公 還有前秘委蔡壁如等人 通通的是回到了黨部這邊來開會 帶您一起關心 不是摸頭啦 說真的就是了解整個案子現在發展的情形 到底進度什麼 其實我們本身也很多質疑 那剛才有些部分也大概做了說明 想當副主席嗎 不行 這個現在需要思考 其實民眾黨會有滅團危機啦 你怎麼看以後 我們要更努力深呼吸啊 更努力深呼吸才能活著 那你為什麼會跟你說什麼話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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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我先走了 現在會不會擔任新柯子 就是下一個被檢標傳的人 因為菁華市的北施客陸續都有人被傳官 就不回答這個了 好 面對柯文哲現在是風波不斷的 黨內現在也只有雜音 認為說其實柯文哲現在面對這樣的狀況 他是不是要請辭黨主席才可以有效的來止血呢 那先前也喊出說柯文哲竟然是外科醫師就要好好的清創止血的 謝麗公他在稍早前是表示說 其實面對這樣子的爭議呢 主席今天找大家回來就是想要來聊聊以後呢 應該要怎麼辦來面對這些爭議 那今天包含了蔡壁如還有謝麗公以及陳華委會等人呢 是一起在上面 他們大家開會是開會了一個小時左右 那四個人呢是已經陸續離開了 而柯文哲呢 他對於這些爭議的回應 包含了有沒有涉案金華城這些案件呢 他今天都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那也就是要等到明天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可能會有詳細的說明